君正平 颠造人物部召回老兵的社军谣言 其心可诛 日前 许多网络平台都流传多地人物部 向预备一特务军人发送召回应战短信的消息 这些短信的内容耸人听闻 直至近期敏感地区问题 后经有关部门核实 此信息确属谣言 兵者 国之大事 军事信息向来都是机密信息 敏感信息 往往坚一发而动全身 必须慎之又慎 若料发布 一定是由权威部门通过合适手段进行发布 不可能如此草率 一些自媒体等平台 奉行流量为王的经营理念 把炒作社军话题作为提升关注度 获取点击量的捷径 频繁蹭弱度 瞎关联 乱解读 将局部问题全局化 将简单事件复杂化 将一般事件热点化 造成舆论混乱 荒诞的谣言从来都是恼人的坏事 只会搅乱局势带来不安 不管是有人刻意为之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都需要往更深一步去思考 我们是否应该警惕某些别有用心的人 借助网络隐秘性特点 故意炮制传播社军谣言 煽动情绪 乱带节奏 脚腕舆论 以期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谣言 始于利者 成于焦虑 指日智者 国家统一地进程牵动人心 但在此时炮制这种社军谣言 不仅干扰了国防军事行动的正常开展 而且随着这些社军错误信息不断叠加传导 循环放大 还可能引起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误读误判 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在波掘云轨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中 信息战 舆论战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多样化的发生 无孔孤入的发生 因此 依法严厉打击社军谣言 惩处相关人员 推动全社会普遍提高谣言免疫能力 是我们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